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可惜的是 因为男女主角并不是所谓的韩牛明星 这部剧也是讲述婚内出轨的题材 这种题材的韩剧很少会在亚洲范围内引起热潮 所以该剧现在海外的热度一般 但该剧现在才播到第二集 后来还有很多的上升空间 相信之后会在更多亚洲各地的观众关注与喜爱这部剧 这部剧改编自英国剧情 福斯特医生讲述的是 一对原来恩爱的夫妻 因为男方的出轨而将爱情切断 随后女方展开抱负 从而陷入悬涡的故事 这部剧在进行首播之后 让女主角的扮演者惊喜爱 再度引发网友关注 这是她继韩剧倒数第二次恋爱之后 时隔三年半再次回归电视剧市场 能够吸引到她主演该剧的原因 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剧本 而且这种题材的剧情 非常考验演技 惊喜爱的之前两部主演的韩剧 Mr.Cope和倒数第二次恋爱 虽然都说有不错的收视 但是对于她来说 这并不是成功的剧集 因为在这部剧中 她的演技发挥还是受到了限制 完全失去了惊喜爱独有的演戏味道 她曾获得过三次韩国百想 艺术大赏电视剧 最佳女主角奖 还有一次获得最后的演技大赏 可以说是在韩国的电视剧界 她早已是公认的演技派 同时也是韩国民众 非常信赖的女演员 当年一付出就夺得 多个重量级演技大奖 风头一时无两 之后 惊喜善就在妻子的角色上 进行各种挑战 在韩剧《我男人的女人》里 她是婚姻不美满 家庭经济破散的整形医生花英 在丈夫自杀后陷入空虚 运到朋友的丈夫之后 陷入了一段不轮点 在妻子的资格中 她是一心想将孩子送入 贵族补习班的家庭主妇 引书来 因为孩子的教育问题 与丈夫感情变淡 在遇到邻居 牙科医生 金泰武之后陷入爱情 金喜爱 非常擅长演绎 陷入禁忌之恋的 首女角色 同时对一些 讲述夫妻之间 扭曲情感的剧情 也很有出演心得 她身上的首女气息 非常浓郁 戏路也非常管 扮演角色的性格 也非常多样 她可以是饱受 富家刁难的 悲惨家庭主妇 也可以是支撑起 一个家的事业性女性 油软 坚强霸气 邪恶等各种不同的角色特戏 她都能演绎出 不一样的味道 就好像在 《父亲的世界》这部剧中 她扮演的慈善语 一决在前两集 就有很多的感情起伏 性格的变化非常大 在还没有知道 丈夫出轨前 显然是事业成功的女性 支撑起整个家 当回到家时 依然是一副 家庭主妇的模样 在丈夫面前 就是小女人 后来怀疑 丈夫出轨 她开始变得疑心多虑 性格也变得神机兮兮 最后再知道 丈夫出轨 而且身边的朋友 一直都把她蒙在鼓里时 她终于面临崩溃 性格也开始变得黑暗 凶狠 这些内心的情感起伏 被惊喜爱演绎得很细腻 网络上都是对她的好评声 认为她的表演非常成功 完美证明了 女人的魅力 并不会随时间流逝而消退 现在这部剧 才刚播出两集 很多网友都表示 已经迫不及待 想看到后面的剧情了 身为韩国的电视剧一姐 惊喜爱的出演 对于一部剧情口碑的保证 期待该剧之后的情节发展